日劇一公升眼淚的女主角澤孝英龍說應該沒什麼人不認得她 她這個清純的形象曾經都迷到過不少少少男 不過自從被人拍到她黑面之後 負面消息就源源不絕 為了挽救她這個演藝生涯 近年她就開始撇低這個常情的形象 改變路線行性感野性 剛剛她就拍了一套新片叫做Helter Skelter 在這套戲中澤孝有亡我的演出 她報道指她分別會和蛙寵楊介、寧野剛和哀川場有激烈情慾器 除了會和蛙寵上演濕吻、渣空等場面之外 又會和寧野剛致敗大玩三拼 聽聞戲中澤孝還有兩場一共三分鐘的全裸戲份 一絲不掛展示她F級的上圍 現在相同片都未有得看著 不過有傳媒就形容她空前的兩點有3.5厘米直徑 還標榜是粉紅色的雨雲 不管她是不是後期加工 只聽到這個形容詞 我想不少男士聽到都已經流口水了 不過這套戲要等到7月14日才在日本上映 不知道香港什麼時候才有得看呢? 看不明的東西 看不明的東西 看不明的東西